你好 我是Micky 吴云凡 很开心今天来到台北圆山饭店 那我们来到这里是充满灵气以及仙气的黄冠宇画作现场 那我们来一探究竟黄冠宇画作的画风现场吧 来自台中市大渡山的艺术家黄冠宇 这次利用参加2021年台北国际音响季艺术大展的机会 再度举办个人绘画展 黄冠宇说 在现代高科技的现实生活中 更需要推广心灵疗愈的艺术 他的画就是以各种动人心弦的主题 运用起力多彩的颜色 生动活泼的线条 希望把艺术融入生活 带给大家多一点疗愈舒心 温暖心灵的美好画面 在2021年12月16号上午的绘画展中 黄冠宇还安排一场私足乐演奏 让参加民众享受视觉和听觉的双重饗宴 跟我们的这个百年的圆山大饭店过一次 很圣诞节前夕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每次呢 在这边展出的时候 有很多的朋友都能够聚集在这边 那我也可以把我一年之间的所有的努力呈现给大家看 然后也让大家呢 迎接更新 崭新的一年 这是我最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我的艺术关羽 这个艺术是疗愈的 希望说这样的色彩 带给所有的朋友心灵上的丰富 生活上的愉快这样子 毕业于明道大学硕士班的黄冠宇 曾经获得三项华人楷模杰出女性奖 艺术领军人物奉献奖 艺术成就奖 同时也担任中华文化大使 台中市惠文福伦社社长 艺术家亲善大使的头衔 黄冠宇平常说话不疾不徐 个性温柔婉约 善良又活泼 有一股特殊的灵性跟仙气 所以有许多朋友因此爱上他的画 也喜欢他的人 关羽也经历过游学日本 所以他在画画里面都画得很细 尤其我今天我看了很多的画像这幅画就让我很震撼 看到这些画画风实在是很优秀的画 让我感动 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这一期来看到这个管理 他非常不错的画作 才记得他的画风是非常的广泛 非常的深度 关羽老师他本身的创作 他能够结合所谓的商品 还有他的创作的结合 让人可以多元化的去欣赏 那时候就深受感动 那时候我就内心非常的澎湃 然后全身都起鸡皮疙瘩 因为我觉得关羽的话里面有爱 关羽老师的话呢 可以让人家感觉到心灵层次上面会感到很临近 讚就是讚 我觉得很温暖 非常的感动 非常富有生命力 甚至看了会让整个心情就会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有这么多人喜欢黄冠宇 也喜爱他的画作 这次在圆山饭店V103厅 举办的黄冠宇绘画展 有资深艺人蒋荧光 庄东欣先生 跟来自各地的贵宾长官共同剪彩揭幕 所有展出的作品在12月19号圆满闭幕之后 也会继续在台中市西屯区福顺路的艺术故事馆展出 艺术家黄冠宇说 艺术就是他的生命 他希望以疗愈艺术的方式 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 照亮自己也温暖周遭所有的人 大家好 记者陈文旭 吴云凡 台北报导